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 新名稱的Frank是指法蘭克人 是古熱爾曼人的一隻族 而Fort在德語是指淺灘的意思 所以法蘭克福是表示 法蘭克人在美因河畔涉水而過的地方 可以從羅騰堡經吳子堡到法蘭克福 從羅騰堡向北出發 經過羅騰堡郊區 黃村麥田 連接到快速道路 過程中領對沿途介紹 德國的相關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 木裡黑指的是小孩子們 就是來的第一批 除了大人這種修飾之外 他們就帶了一群孩子 過去生活很辛苦 生了孩子 可能沒有辦法把孩子養大 就把他們送到教會學校裡面 教會裡面去 因為教會自己自足 可以讓孩子們順利的長大成人 來到屋子堡著名的山坡上的葡萄園 就是我們摘種葡萄的地方 葡萄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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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這樣子大片的葡萄園 進行屋子堡市區觀光 在大約亂車 向北出發 然後就 又變為屋子堡救生區 經過屋子堡郊區 所以如果要從柏林開始 開始開放光光的時候 溫中線真的很少 大概就是 再經過農村麥田 在屋子堡的生根 簽訂了這個 跨過美音河 來到法蘭克福郊區 法蘭克福其實也不例外 但是我們講說 我們也是一個 到達聖保羅教堂 就會有一個副 從多人堡 經屋子堡到法蘭克福 全程約180公里 搭乘遊覽車約2.5小時 阿本德國報導